到底跟整个相关的案情扯到 吴淑珍可能有本人的海外账户有所关联吗 事实上在夜盛茂通风报信之后 吴淑珍的这个账户呢 立刻就转出了191万的美金 到民进党大佬吴礼赔的账户当中 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特征组 解读的救训吴淑珍 希望他能够取得查账同意书 为什么无功而返 现在可能要锁定的就是在海外 吴淑珍是否还有本名的账户 极度约谈 陈志忠 黄瑞静 终于同意签署查账同意书 吴淑珍被押53天 200万交保 至今还没有签署查账同意书 取得授权清朝海外账户 特征组努力的目标 台面上有吴淑珍 陈志忠 以及黄瑞静 事实上贬家海外秘账 还有更核心的 就是吴淑珍名下的海外账户 12月5号 匾办发布新闻稿 痛批侦查内容被公开 直指特征组检验官涉嫌泄密 违反侦查不公开 让匾办跳脚的 就是前调查局长叶深茂的 一审判决书 当周明确提到 吴淑珍在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 拥有海外账户 这个账户以纸上公司阿万度为名 来开户 拧列有191万美元 当匾家成员的海外账户 纷纷被冻结之际 这个账户却没有被查封 资金可以灵活运用 而原本外传在 夜深茂通风报信之后 经由吴淑珍或是 其他人头账户 贬家将191万美元 汇进无理赔的 高盛国际账户 不过洗钱情资证实 这笔钱 就是由吴淑珍名下的账户 分成四笔 转给吴淑珍 贬家人头户 名目多 掩护手法也多 原本外界以为 吴淑珍名下 不会有任何账户 但洗钱情资 却明白记录下这笔巨款 即使在夜深茂通报之后 立刻转出去 还是留下洗刷不去的 可疑洗钱痕迹 追讯许志明 郭阿琪台报道